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早幾天我就看了一條網上的影片 那條影片就講解中國的一個特色地方的食品 叫做螺絲粉 就說這個螺絲粉製作過程當中很臭的 但是吃起來就很好吃 有點而似這個臭豆腐 那條影片會講解螺絲粉的發展歷史 如何由地區特色食品產量不足 變成現在全國的大眾化食品 乃至他當中舉例中國最大的Youtuber李子柿 他的淘寶旗艦店都有賣螺絲粉 我當時就好奇了 不如我也想買來試吃一下 順便直接去李子柿旗艦店買 我也是隨便的 然後就入了李子柿旗艦店 那個淘寶旗艦店 就發現都有其他淋淋種種的食品 那我就不如在這裏想 咦不如我拍一條影片 和大家一起看一下 李子柿的店舖的那些食品 好不好吃呢 嘿 這樣就到貨了 沒有想到他是故意的一個箱 而且呢 嗯 除了一個箱 相對叫服務好一點 還夠膽寫 吃了我的東西 你就是我的人了 嘩 這一句說話 嗯 不是很符合你子柿那個 Youtube channel的定位 好啦 那我買了些什麼東西呢 第一個呢 是這個叫做紫薯蒸米糕 那我試一下它好不好吃 那它是賣這個 當時是29.9的 即是30元 遠比我想像中來得大盒的了 那它呢 軟軟的 幾特別 那先跟大家說明 因為呢 我其實呢 聽就聽過米糕 但是我是連 即是米糕味好不好吃呢 其實我自己就 不敢說的 那我就總之 當它是一個零食 好吃就告訴大家知道 不好吃就告訴大家 不適合我口味 OK 那我的這個食後感呢 它是 很超出我的想像 那首先我當然就是 明白到 哦 這一種中國的食材 的零食 我都當它是零食的了 OK 沒有可能好像 薯片啊 朱古力啊 蝦條啊 這一種的比較 但是呢 這個叫做什麼 紫薯蒸米糕啊 它給我的感覺呢 最誇張的是 它 這一座白色的米糕 是非常非常之 軟綿綿 口感是 是爆炸的 哇 有一點點衝擊我的想像 那當然我不是這什麼 專業食評家 OK 但是我自己覺得 三十多元的食材呢 零食呢 它的口感是很屈肌的 味道方面呢 就不會很濃郁的了 但是呢 那個米糕應該是有點糖的 但是 不是說很濃郁 有一股的香味在這裡 所以我覺得 比我想像中 好吃很多 反而呢 我自己覺得呢 薯片蝦條啊 朱古力呢 相對會熱氣 我會更加購買這一種 叫做 中國食材 似乎不是很熱氣的 零食 OK 好了 那下一個 和大家試吃的是 這個叫做 鮮花餅 哈 其實這個產品呢 重要是 它是故意要過幾天才有貨的 當時我一開始呢 是想著 其實 8月20號左右 我就有意想拍這條影片 然後 我就選中了鮮花餅這個產品 然後 當時呢就發現原來 是直接不能買的 它是要等 好像是25號呢 才開始可以買的 那所以其實我就是為了它呢 所以拖了幾天 才下單買它回來 對它 隆重期待 那整體上呢 這個 鮮花餅呢 老實說 我自己覺得 第一 它自己就說呢 它是一個 不油膩的 那肯定是不油膩的 米糕啊 花餅啊 這些我都覺得是不油膩 然後呢 一層的奶味 然後 比較突出的 是 真的有一層鮮花味 因為其實它的餡是那些花瓣 來的 那 坦白說 這件事 目的它是做到的 但是 我個人不喜歡 花瓣味的 那個效果 因為可能呢 我自己覺得 吃下去呢 它令我感受到的 就是 那股花瓣味呢 有點像 一些女孩子 可能噴香水 但是我現在是 吃著那股香水的味 我就有點抗拒了 所以這一部分呢 我自己是寧願 喜歡米糕的 變成呢 不是 這麼 這個鮮花味的食材 這個是 我自己 不喜歡這個味道的問題 大家可以 喜歡的可以試一下 但是我 吃完這次呢 到我 就應該沒有下次 那麼多位觀眾 我要補錄一下 就是呢 我剛才吃完這個 鮮花餅 我在看其他產品的說明的時候 我發現過了幾分鐘之後 有一股 花的 更加清香的味道 留在那股口裡 到現在都有 這個 清香 我有多喜歡的 如果 真的想試一下 一些食材 是有花的清香味道的 觀眾呢 值得一試 但是我自己不喜歡它吃 那股味道 所以呢 我就應該沒有take 2 好了 再下一個 就是這個 這個芝麻糊 簡單的說 就是 黑芝麻 核桃粉 其實它反而是 所有東西裡面 最貴的 49.9 30g 一包 12包 看看它 它現在已經很香了 這個芝麻糊 好了 這個應該OK了 放冷了一會兒 這個 黑芝麻糊 我自己覺得是 是 失望 老實點說 失望 那麼 它失望在哪裏呢 我不知道 是不是 叫做 都是不適合口味 其實它的味道沒有問題 剛才一沖 沖那一下 已經是很香 但是呢 它比我想像中 沖完出來 遠比我想像中 淡了一點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李子七的品牌呢 故意 是想把食品做得清淡一點的 那我自己期望的 這個黑芝麻糊 是應該要濃味一點的 所以我自己不喜歡這個 飲法 當然啦 如果有人喜歡清淡一點的 黑芝麻糊的話 可以自己試 試試 真的好清淡 那大家 這個黑芝麻糊 想清楚 真的想清楚 因為我沖出來 都是稠的 不是說我放得多水 這個碗本身不多 真的 他故意這麼清淡 應該就 好了 之後 試最後這個 螺絲粉 的主角 一包 兩包 三包 四包 五包 六包 七包 八包 最後 就放了幾包 一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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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多 到底誰才是主菜 醋和辣椒油 他就說 視乎自己 喜歡多少 辣椒油 因為我自己 對 辣 就不是說 很好 間中吃一下 OK 我放一半 好 吃得了 說一說 臭不臭 這部分 剛才煮的時候 其中一包 的材料 打開的時候 是真的臭的 真的臭的 而且 我不形容 一會兒要吃東西 一分钟之內 廚房 離慢著 味道 然後 煮完出來 這碗 螺絲粉 就在我面前 真的沒有了 臭味 很辣 對我來說很辣 我已經下半包 我怕我頂不住 如果我只吃幾塊 都這樣 好了 我吃了大概一半 大概一半 可以說說感受 首先 很辣 我只是下半包 但是我自己覺得 例如在香港的淡仔 四五小的話 完全不能跟這個 半包辣相比 我已經流汗了 直接說一句 當然淡仔我都流汗 但是 這個更加誇張 然後 它是屬於酸辣的方向 然後 很明顯的 我第一次吃螺絲粉 我第一次吃李子漆的螺絲粉 它很明顯是那種 會上癮的辣 我不懂得表達 和我承認 大概第二第三口 我明顯感受到 那個的味道 是好很多 你會想繼續吃下一口 然後 如果真的和淡仔那類比較的話 它這個是不是叫豆腐乾 還有這些 筍 是不是叫做 那個調味出來 和酸辣 有點不同 大概方向就是這樣 因為我不是專業的食評家 只能夠大概說 給大家知道 是否符合 是否符合的產品 如果你說真是一個 作為酸辣的 粉 螺絲粉 其實它是好吃的 只不過 辣的程度比我想像中高很多 我想我下一次是說 五分一包的辣油 我就夠了 其實它是一件好吃的東西 好啦 這一條的開箱試食影片 就來到這裡 大家看到 有驚喜 有失望 也有些不適合口味 但是 我覺得是最真實的一面 呈現給大家知道 幫大家嘗試一下 一些未接觸過的產品 如果觀眾的你 如果對我下一條影片 試些什麼產品 或者吃些什麼產品的推薦 可以留言告訴我 我知道的 我可以作為一個參考意見 是不是 而且 我也是最真實的 自己的看法 因為完全不是賣廣告的 的而且確有人找過賣廣告 但是我沒有幫任何人賣廣告 我們就做回一個最真實的 不專業的試食 及試用 好啦 這條影片就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的收看 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 記得留言 讚好和訂閱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